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大家應該很常聽到一個名詞 叫做2015年是無人機元年 突然啪一下大家覺得 怎麼無人機這個名詞突然非常非常紅 但事實上它的發展的脈絡 從很早以前就開始 追溯至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就開始了 當時其實人們為了降低飛行員的損耗 就已經嘗試的把機械式的陀螺儀 放在定義機上面 希望可以攻擊目標 當時那個成果並不是非常理想 到了2015年被稱之為是無人機元年 大家知道UAV我們把它稱之為 飛行載具更精確的話 我想把它定調成是飛行機器人 飛行一直以來都是我們的夢想 這張照片非常非常有意義喔 這個賽事就像一個聖杯一樣 它匯聚了我們對於飛行有熱忱的人 不管你來自的是機械背景 電子背景 或是機電的 或是資工的背景的這些同學們 我們到了這個舞台上以後 我們嘗試去把自己的想法落實 這大約是在四年前 我們參加了無人機設計製造大賽 當時在離港拍攝的畫面 我們成立方舟實驗室的目的 其實就是我們想要 持續的延續我們這樣的研發動能 而且我們希望能夠分享給大家 讓大家知道說怎麼投入無人機產業 像無人機現在剛才有聊到 在法規面的落實 法規面其實還有一個很大很大的難處 是沒有辦法有一個有效的管理辦法 不管是從實名制 還是到現在一些監理的方式 舉個例子來說 我們其實很常也擔心飛行器發生意外 我們在執行任務的時候 有時候飛機飛過去 但是我們最害怕的是 不是飛機找不回來 而是飛不見以後它到底掉在哪裡 可能三天老頭在想說 會不會待會一通電話說 溫到那台咪咪上面有你的飛機 這是我們最擔心的事情 所以我們認為有兩個面向 從它的安全面 還有從人員的培訓上面 這是我們方舟實驗室 希望可以努力的目標 我們希望提供一個 建設一個完整的人才培訓系統 從操作面 從它對飛安的知識 從它對無人機系統的了解程度 盡量的去降低無人機失事 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們公司成立了兩年以來 我們成立了ArkLab 那ArkLab我們盡力的把無人機 還有像飛行機器人這些項目 拆成很多很多的知識節點 還有知識的拓譜 把它包包成非常非常的的教案 積極的找了很多學校 不管是國中小高公子大專院校 遍及了日本新加坡 還有泰國以及廣州上海 那這些地區都嘗試使用 我們提供的飛行器 還有Steam課程 Steam教學這樣的一個教案 那我們目前光台灣 就已經有超過100個以上的教學場域 那我們實際上掌握的用戶 已經超過1.2萬名 那我們自己有在推廣一些 除了我們自己在商案應用的機種以外 我們就只推兩個面向 一個就是教育面的應用 我們讓我們的無人機 它除了是open source以外 它可以programming 我們一直叫無人機 它是飛行機器人 它既然要能夠是機器人 就代表了機器人 它字面上的意思 它能夠代替我們人力 到危險的 陰暗的 潮濕的 複雜的環境當中去做作業 所以它必須是可以programming的 那我們也把這樣的一個 邏輯運算思維的訓練過程 導入到我們的教學系統當中 那我們目前呢 教案呢 也已經有超過600個小時以上的教案 那其實面向非常非常廣 以無人機來講 我自己是機械系出來的 常常我都會說 行銷我們有波特武力分析 那你們知道 我們機械系有武力嗎 他說哪武力 就是動力 盡力 流力 財力 還有熱力學 我們常常都會開玩笑 有些人喔 武力全開 有些人是武力全師 講的就是這武力 這也代表什麼 要做無人機也好 機器人也好 它要整合的面向其實非常非常廣泛 那這也是我們去努力的去編輯一個 可以適合無人機產業 還有無人機人才發展的一個教學系統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